听听说,更生待悟,所以得月是经济行,一日一月,圣在天上为善百岁,经济修行十日十月,圣在他方国土边地为善千岁,那我们要想仪式行程,是不是要多多延述,多多争取在人间经济修行的日子呢,就是不开始一样。 从道理上来讲呢,能够在,因为在人间这个是中转战嘛,因为在天上享福的日子多了,你不会好好修的,这就是比方说你今天投胎投了一个很有钱的人家里,你不投资不投穿的话,你会好好想到去拜佛了,对不对啊,你去看好了,拜佛的人都是受苦受难的人啊,对不对啊,你到天上怎么修啊,这么开心,天天游上玩水,你说你会, 想到修行吗啦,从来不生病在天上,游上玩水,想要什么就有什么,你说你会修行吗啦,不会的,所以这个道理上来讲,就是一个人必须要,要懂得,在人间多一点,严点兽,是为了救人,否则的话,这种人虚度年华,还不如早点死掉的,有什么用啊,很多人天天在人间,杀人强奸,杀人强盗, 做坏事,骗人,害人,你这种人死死掉的就好了,啊,所以啊,我可以告诉你,你这种人不要碰见师父,我告诉你,你要碰见师父的话,像本来他就比方说要走了,只不过下面觉得时间还没到,啊,突然之间有一个高人,啊,一compete他,啊,对不对啊,下面一查,他本来就要走了嘛,来,拿走,就这么走掉了, 啊,就这样,举个检查理解,你这个人,不去惹警察,警察没查你,你可能做了很多错事情,你还不知道,还很开心呢,你哪一天你惹到,碰到一个警察了,警察,来来来来,查一下,啊,这个人哪,这么坏啊,来来来,马上抓起来,好了,就怎么样了, 啊,道理一样了,所以有,所以你,你很多人做,做,做,做坏事一直这么做,他没碰到议员呢,像我们在海外,议员,啊,就像人民代表一样了,啊,很厉害了,人大代表了,或者当然,这个议员比他还厉害,议员是等于国会里面的,啊,相当于,相当于,相当于,很多是等于,相当于政治局委员,相当于,呃,国务委员,像这么会,这么大的人,叫委员, 实际上,就是议员了,像这种议员很厉害的,你平时,做坏事,你不碰到他,没事的,你,你碰到他,在议员呢,一查你,好了,接下来,好了,直接就掉走了,明白了吗,就出事了呀,明白了,明白了,明白了,好,是吗,那最后一个问题吧,